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24岁的时候结过一次婚 但她太过风流 这段婚姻维持了六年便结束了 那时和李月苍传出绯闻的步伐当红女星 犀利富婆罗佩颖就曾是她的绯闻女友 另外应小薇 邱淑姨等都曾和李月苍传出绯闻 而李月苍的烈焰史还不仅如此 李宗睿的母亲 九国名花石锦绣也被她俘虏 后来石锦绣为李月苍怀上了一个孩子 然而李月苍不改风流本色 并不想将她取进门 更不想对这个孩子负责 而石锦绣也是个有骨气的女人 看到李月苍留恋其他女人的怀抱 转头就走 让李宗睿跟自己的姓开始独自带往 父亲不管母亲没时间 但都很有钱 小时候的李宗睿持穿不愁 但没有感受到过父爱和母爱 后来为了给李家传宗接代 李月苍找到石锦绣求和 想让李宗睿认祖归宗 并愿意承担高额的生活费 李宗睿这才从单亲富二代变成了父母双好的富二代 长大后 李宗睿去国外留学 每个月的生活费高达700万 他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缺钱的生活 毕业后 李宗睿回到了台湾 依旧不用工作 父母的事业以后都可以继承 他继续花天酒地 那时候李宗睿每天的生活就是包场开party 出手十分大方 上万的名酒香槟随便开 但凡是李宗睿祖局的party都很热闹 肖亚轩的前男友王阳明 小S的老公徐亚军都会到场 因为李宗睿的局上还会有很多美女 豪门千金观影 罗志祥的前女友马凯雄 还有不少名模都和李宗睿关系匪浅 而所有的开销都是他买单 那时的李宗睿是财大气粗的豪门贵公子 父母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不少美女往身上扑 接下来我们就来扒一扒李宗睿的十大绯闻女友 1.吴亚欣 台湾名模吴亚欣是李宗睿唯一承认过的女友 在李宗睿之前还曾与画府建设董事长张刚为 知名男星郭品超 明道等传出绯闻 他与李宗睿在2008年闪电相恋之后 感情就如坐过山车 曾被狗仔直击前一天浓情蜜意 隔天便发生口角的闹剧一幕 2.白星惠 李宗睿被曝曾和白星惠交往 当时白星惠尚不知名 和李宗睿在夜店遇见把对方迷住 虽然李宗睿当时已有一名模特女友 但他还是选择出手将白惠心追求到手 交往一段时间后 白星惠巧遇该模特女友 在不经意的聊天中 得知对方的男友竟也是李宗睿 其后白又发现李的暧昧对象更是多不胜数 于是在交往半年之际决定与其分手 白星惠因出演偶像剧走红 李宗睿四处和人说自己曾与白星惠交往 弄得白不胜其忧 终于在一次服装发布会后 对正好在场的李宗睿发飙 不要老是跟别人说和我在一起过 李当场否认自己提及过两人关系 和白发生口角险些动手 被旁人拉开才作罢 3.林伟如 在和吴亚新分手一个星期后 李宗睿被媒体拍到 在一次朋友聚会中认识了林伟如 林伟如当场向媒体表示 她还不错啊 毫不掩饰对李的好感 但据称 因为林的好友多次提醒她 李宗睿很花心 最终导致林伟如决定和李宗睿分手 当时他们才交往不过两个礼拜 分手后 李宗睿对外表示是自己甩了女方 但不论是交往还是被甩 林伟如都一概否认 她说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没很认识她 根本没在一起过 哪来的分手 4.林丽妃 乌亚新比李宗睿大两岁 而和李宗睿闯过绯闻的林丽妃 也比李宗睿大 两人曾经吃完麻辣火锅 当街紧紧拥抱 发生不雅丑闻后 林丽妃为李宗睿护航 表示两人认识七年 都是以姐弟相称 并认为 以李宗睿的地位 不会做出这种事 林丽妃澄清 她和李宗睿不是男女朋友 她说 我刚来台湾时 因为共同朋友认识她 当时她才19岁 而且之后就一直叫我姐 把我当成好朋友 从来没有追过我 那为何被媒体拍到 同吃麻辣锅 唱KTV海当街紧贴拥抱 她回答 那只是抱抱 她送我上车而已 不过她承认之后 的确很多人 误以为二人在交往 身为富家千金 是李宗睿的好友 事发后 观影立刻发表声明 澄清与此无关 但在台湾八卦媒体的 女星监影中 她仍是头号嫌疑对象 观影未免引起揣测 及时在社交账号澄清 是不是台北真的太小了 一些莫名其妙的新闻 也能扯到我 一张大合照 搞得跟真的一样 周刊已经跟经纪公司 说明名单没有我 那为何还用我的照片呢 人根本不在台湾的 我是不是又得一笑置之 我能不理会 但一些打来关心的电话 让我提消皆非 不管怎样 希望这社会坏人 省之以法 无辜受害者 能不再受到伤害 李宗睿的跑爬人生 不乏夜店女王 马凯尔等大眼正妹 立于美眉脸贴脸 笔剪刀手势 标准拍照姿势 她还搂着 马凯尔肩膀亲密合照 甚至与大眼高比 已婚前主播互动热络 含着她的两只手指 拍暧昧照 但马凯尔不愿对此做回应 7.孙盈盈 每年李宗睿的生日 更是广邀好友风光大半 其做上课包括知名艺人 日盛金控前金观影 前泰殿董事长 孙道存的大女儿孙盈盈 以及多位美女主播 在派对上 李宗睿和每个人拍照留念 不乏脸贴脸 左拥右抱等亲密姿势 更有甚者 在曝光的其中一张照片里 李还与一位身着白色洋装的辣妹 大胆舌吻 8.瑶瑶 美媒瑶瑶曾被八卦周刊 拍到在李宗睿家过夜 而李宗睿事件因一对 受害者姐妹花报案才曝光 不少人想到 是否跟A瑶姐妹花 Apple与瑶瑶有关 Apple在录节目时 澄清不是她们 更表示她只是去过夜店两次 而妹妹瑶瑶更是没去过夜店 所以两个人根本不认识李宗睿 Apple还笑说 当时看到新闻报道姐妹花时 当下还以为是在说自己 但后来想想 自己根本不认识那个人 9.王子若 王子若因为在节目中的大胆举动而走红 据其他女艺人爆料 她曾主动勾搭李宗睿 原名为王子宁 原一名为啾啾 是出生于台湾的主持人 女艺人女演员 自国立台中文化高级中学 完成高中教育后 而后进入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完成水产养殖学系学士学位 2006年左右曾为网络模特 从事平面服装拍摄 当时尼称为紫宁 Flora Honey 或啾啾 10.李一璇 李一璇是平面模特 助理主持通告艺人 曾传出和李宗睿交往 李一璇 一名白白 进演艺圈前 曾担任皮肤科护士 加上父亲是中医师 对美容保养以及中医食谱 有深入的了解 2006年担任平面猫斗 展场Show Girl 08年4月成为王牌大间谍的 Y Girl综艺节目助理主持工作 长达一年三个月 退出大间谍后 正式进入演艺圈 开始跑电视通告台湾艺人 李宗睿案件东窗事发之后 就迅速被爆出 涉嫌对将近60名艺人模特下手 流出不雅视频多达31个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 李宗睿的荒唐人生 和他与女友的二三一事 在李宗睿流出的视频中 一个叫吴亚欣 性感女性被讨论的最多 吴亚欣也是李宗睿公开过的 正牌女友 一心嫁富豪 却栽了个大跟头 吴亚欣和李宗睿是2008年1月 一个台湾经济公司的 尾牙宴上认识 两人很快就熟络起来 男方有散财的实力 女方有上位的心思 一个月不到就在一起了 带去酒店交流感情 李宗睿最爱好的就是 吴亚欣这样有身材的模特 又是情长老手 看到吴亚欣工作辛苦 就对他说 我可以养你啊 这句话正好戳中吴亚欣的心 就凭李宗睿的一句话 他就开始推掉工作 然后被公司雪藏 吴亚欣失去工作收入之后 李宗睿连给他支付房租的承诺 都没有实现 还从朋友那里听说 李宗睿劈腿的消息 吴亚欣无法接受事实 还被传出放弃生命的消息 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和李宗睿分手后 还被牵扯进布亚视频门里 并且因为对话劲爆 画面有料 成功出位成为主角 李宗睿的女朋友 可不都是像吴亚欣这样无脑的 李宗睿被抓时 正在交往的女友 赖木珍的智商和心理素质都是很高 在李宗睿被爆出 涉嫌伤害女性的时候 就消失了踪影 据说是跑路了 有消息说李宗睿跑路的钱 就是他母亲通过女友转交 才到他手上的 在李宗睿消失之后 2012年8月12日 赖木珍还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发文章为男友辩解 没想到五天后 他就被拔出史通鸡犯 在台南逮捕归案 因成瘾物质案判刑三年半 赖木珍在暴露之前 已经成功地被自己包装成金融千金的身份 当时他自称25岁 就读澳洲语言学校 爸妈都在金融业服务 跟妈妈住过欧洲古堡 从小都是坐头等舱出国 自己擅长彩妆游泳 赖木珍被捕后 被查出实际年龄是29岁 前科累累 李宗睿欺骗了吴亚欣的感情和身体 反过来又被赖木珍的假富二代的身份 给欺骗了 在李宗睿案爆出的同时 台湾有一个叫王子瑜的女模特 因为在夜店和经过几个月的开庭审礼 戴乔燕甚至翻脸说王子瑜是原娇女 自己没有和她同居过 也不承认和王子瑜是男女朋友关系 说李宗睿才是王子瑜的正牌男友 王子瑜和李宗睿的关系 还和吴亚欣布亚视频中的那张床有关 据说那张床上曾经睡过32个女人 王子瑜也在2011年的时候和一个女性朋友一起去过李宗睿家 后来那位女性朋友被爆出在李宗睿的伤害名单里 面对男友的控诉说辞 王子瑜伤心异常 当场失控泪如雨下 但也无法狡辩 承认自己和李宗睿一起躺在那张床上 但是她们除了睡觉什么也没有做 因为两个人都是基督教徒 涉事的女明星是受害者 除了少数人承认是自愿发生关系 其余都说是在非正常情况下进行的 而对于不演视频的事情 大家都口径统一 说并不知情 她们是受害者 也不都是完全无辜的 豪门的诱惑太大 风险也太大 想要不耕耘就有收获的事情也很难 而受到惩罚的李宗睿 也还将继续度过几十年的牢狱生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点击订阅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